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往上数到第三格 1 2 3 在还没到3的时候 在3和2的中间画一个点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点连起来 像这样 然后把这两个点连起来 这就是佩奇的大鼻头了 再从这个点往回勾一点点 同时把鼻子的另一边给画上 好了 佩奇还需要两个大鼻孔 我们画两个小椭圆 贴着画脸 从这往下画一条小短线 然后用一根弧形连到下巴 耳朵在哪儿呢 耳朵就在这儿哦 找到中间的点 往上画一格 在上面弯一下 然后连回来 另一只耳朵 是隔着一个耳朵的距离 就在这儿 这次斜斜地画上去 也是弯一下 然后再连回来 耳朵画好了 眼睛在哪儿呢 眼睛啊 就在两个耳朵的中间 往下走一格 标记出眼睛两边的位置 上面一个半圆 下面也是一个半圆 另一只眼睛也是隔着一个耳朵的距离 标记出眼睛的位置 右眼跟左眼一样的宽 上面一个半圆 下面一个半圆 现在我们画圆圆的眼珠 左边一个小圆 右边一个小圆 把眼睛涂黑 是不是像它在看着我们呢 现在画它的嘴巴 往下数四格 开始 一二三四 在这儿标记一个点 嘴的两边跟眼睛对齐 从眼睛这边开始 数到三格 一二三 标记一个点 这边也是 数到三 一二三 标记另一个点 现在用弧形把三个点连起来 这是一个大大的笑 因为佩奇很开心 接下来画身体 从下把这个点 往下数到四 一二三四 标记一个点 用一根长长的直线 代表它的裙子 裙子的边跟脑袋的边 要对齐 就在这儿 画一条直线过来 这一边呢 要找到鼻子下方的点 标记出来 然后把线连过来 从脖子这里斜斜地画下去 连到裙子 这边也是 我们画腿吧 这是一条直线 只有一格的长度 另一边也是 一格的直线 然后在这里画一个 扁扁的椭圆 另外一个也是扁扁的椭圆 这就是它的小脚了 从裙子这里斜斜地画下 胳膊和手 有三根手指头哟 这边也是斜斜地画出胳膊和手 别忘了它的小尾巴 尾巴从裙子底部上来 一格 画一个可爱的小圆圈 最后呢 我想给它画一个大大的冰淇淋 这个手呢 拿着冰淇淋 在手上方画一条直线下来 然后斜斜地画回去 给三角形封上口 要画一块大雪球呢 我们往上数两格 一二 标记一个点 从这里弯回到雪糕头 怎么画冰淇淋上的奶油呢 我们用S形状开始 然后再画一个S形状 就像这样 这就是拿着冰淇淋的佩奇啦 它是不是很可爱呢 现在我要涂色 给它涂上粉色 因为佩奇就是粉色的呀 我们先描一下轮廓 然后再把中间的部分都涂满 红色的裙子也是用一样的方法 雪糕桶呢 用黄色 我选择了蓝色 画冰淇淋 差点忘了黑色的鞋子 我再画了一个鲜艳的背景 效果就是这样的啦 谢谢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您喜欢 请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